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余生师哥 明天可以帮我搬家吗 搬家 对啊 我让给姐姐可以 这次我绝对不会再让给你 这也是米白 米医生 米医生这些年呢 一直在国外进修学习 主要研究的是人工心脏移植 这次回来是帮助我们医院 对接国际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 是我们医院的医疗总监 大家欢迎 这些都是你以后的同事 小伙伴 有机会啊 多交流一下 你刚回来 我带你熟悉一下医院的环境 主任 您这么忙就不麻烦您了 让医生师哥带我转转吧 好啊 没问题 那行 你们去吧 这简直太像了 一模一样啊 笑谁啊 你想住员工宿舍啊 嗯 没错 你有房屋补贴啊 可以找个环境更好的地方 主任 咱们医院的职工宿舍条件又不差 再说了 我和大家住在一起 也可以更快地熟悉环境 那是 你想住哪个宿舍 我想住 怡森师哥和 云生师哥宿舍那边 因为在这医院里面 我跟他俩最熟了 行 那我来安排吧 谢谢主任 去忙吧 哎 我明天买两张电影票 我们看电影去 真的啊 真的 那看完电影再吃个饭 完美 米白 喂 小白 喂 云生师哥 明天可以帮我搬家吗 搬家 对啊 我这次回来 行李带得有点多 去搬家 好啊 那你东西多的话 我叫上怡森一起 大家一起帮忙 搬得快一点 好啊 谢谢云生师哥 给你感情看 你把一个人从国外回来 朋友可能不多 你能帮助帮忙吗 好啊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这栋美轮美奂的 进入贝后 还有一段 其美的爱情故事 有一个男孩 在他女朋友生命的 最后阶段 为他在海边 建造了这栋玻璃房子 并且陪着他 走完了人生当中最后一段路 我认为这份深情 永远不会被超越 我让给姐姐可以 这次我绝对不会再让给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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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